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四十四课 这就是Lesson 44 Speed and Comfort 既快捷又舒适 咱们现在往常一样先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打开书205页 Now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205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我们一块儿跟老师来大声读一遍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Positively Positively Compartment Compartment Cramped Cramped Stuffy Stuffy Monotonous Monotonous Rhythm Rhythm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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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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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tch Snatch Sl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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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mb F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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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tion preciso F Tür Inevitably, inevitably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Exhaust, exhaust Motorway, motorway Ferry, ferry Cruise, cruise Civilize, civilize Spacious, spacious Seasick, seasick Intimidate, intimidate Desadvantage Exhilarating, exhilarating Excapist, escapist Sip, sip Champagne, champagne Refinement, refinement Breathtaking, breathtaking Soar, soar Effortlessly, effortlessly Landscape, landscape Fresh, fresh Uncrumpled Uncrumpled 好,这是这个书声词和短语 咱们把其中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呢 咱们先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钻研一下这个无聊的 就是特别没意思 特别单调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onotonous 再来一遍 Monotonous 好,下面我们看看呢 先看看这单词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那本课书中 我们先看就在咱们204页的第五行 出现这么一句 Reading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读书呢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为什么呢 For the monotonous rhythm of the wheels clicking on the rails soon allows you to sleep 因为这个单调的节奏 什么单调的节奏呢 就是这个火车轮子 撞击到铁轨上发出的 这个单调的节奏很快使你沉沉入睡 单调的无聊的特别沉闷 没意思的 可以用它 当然我们这个词也经常用在一些精彩的固定搭配 比如说咱们看第五诗课中 新年的决心 有这么一句 228页的第二行 The same old favorites recur earing year out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哎呀 我们老师那些 我们最容易 最喜欢许下那些新年的决心呢 年复一年的老是重复的发生 就是这些决心呢 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要是实现了 明年就不用再许 再许愿了 对吧 今年要减肥没成功 明年要减肥 又没成功 这是老做某事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以单调的规律性 regularity不是规律性吗 哎 我们以后再说 这男孩 小男孩总是尿炕 真许炕 真许炕 你看我们可以说 The little boy was the bad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这个小男孩 尿炕顺便记住 就wet the bad 这刚好还压运 wet在这当屎便是 当冻死来用 咱们以后说老做某事 特别讨厌 do something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有难度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个大肥给他记住 当然只单调的 咱们一听就耳熟 因为咱们在三十一刻 见过一个同一词 确实也是无聊的 无趣的单调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道 记性好 或者仔细复习的同学 可能还有印象 146月第三行 This invariably wins them the 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这总是能够给他们赢得 他人的爱和尊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 平添了一丝亮色 平淡的日常生活 叫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我当时让大家就背过这个搭配 这个就是每天生活中 单调无趣的那些例行的公式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monotonous当重点词讲 还是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词根 就是这个mon 或者是mono 第二个o 有也行 没有也行 它的意思就是single 就一个 没有更多了 就一个 你看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monday 星期一 它不跟一就一个有关系吗 对不对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monologue mono表示一个 后面这个log表示说话 讲话的意思 所以这个monologue当名词表示独白 或者叫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或者话剧舞台上的独白 就一个人在说话 对吧 还有呢 我们一夫一妻制 我们大声读一遍 monogamy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再来一遍 monogamy 后面这个gamy本身就可以表示婚姻 有这个意思 就一夫一妻制 一个萝卜顶一坑 这种婚姻叫monogamy 当然还有呢 我们在二十个见过的monoplane 再读着mono 来注意发音 大声再读一遍 monoplane 这是我们说的早期那种单译的飞机 它不有两层翅膀呢 还有单层翅膀呢 就一个 就一层翅膀 就monoplane 单译飞机 那还有你像 monolingual dictionary 这是一本单语字典 这个mono表示一个lingual 表示语言的 我们如果是bilingual 把这mono换成bi 那个bi不是两个的意思吗 bicycle 俩圈 不就四行车吗 所以那叫双语的 但是monolingual是单语的 就是它呢 是英语 但解释呢 也都是用英语单词解释的 没中文 没有其他语言 单语字典 还有呢 我们这个monarch 还有这个monarchy 可以表示君主 或者君主制 前面这个mon 又是表示一个 后面这个arch A-R-C-H 本身可以表示统治的意思 一个人统治 所以左边这个词 表示君主或国王 我们大声读一遍 monarch 这个旁边这个叫君主制 或者君主政体 大声在读一遍 monarchy 好 这个单调的呢 跟相关的同根词 咱们同时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 这个发出 嘎嘎嘎嘎嘎嘎嘎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click 再来一遍 click 咱们一听这个声音 就知道这个动词 是一个拟生词 就模拟那个声音 click 嘎嘎嘎嘎嘎嘎嘎 就轻轻的这么一个嘎嘎 这个声音 急悟不急悟都行 你比如说 click one's fingers 让手指都发出 嘎嘎嘎嘎嘎 这么一个声音 当然不是把手指的 撅舌了 就什么打一个响指呗 这就是click one's finger 啪 一声响 对 我们看到在这儿 是急悟总是嘉宾语了 我们不急悟也行 你像 the door clicked shut 这一般过去词 是用在句子里边 这个门怎么样 这个门 咯嘚一声关上了 咯嘚一声 就是声音 不是这个 用大风 咯一声 把门 很大力的 把它关上 而是 子牛 这么一声 就关上了 你再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 这是怎么回事 the soldier click his heels heel 就脚后跟 你说这个士兵 让脚后跟嘎嘎一声 这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老学员还记得 咱们以前讲 你声词说过 这士兵怎么样 打了一个立正 一看 领导来了 军长 领导您好 一打立正 他不是大军靴 马靴 嘎嘎 这个脚后官要嗑一下 嘎嘎一声 领导好 领导吃了吗 打立正 用这个 当然我们以前还讲过好多你声词 那复习复习 他光光的摔文 he slammed the door 或者是he banned the door 当然这动词原型是slam s-a-s-l-a-m 还有这个bang 后面的白颜色是变成一般过去的事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lam bang 后面这不能动作bang 真bang 那是汉语拼音的吧 这是梅花音 再加后鼻音再读一遍 bang 当然这是急误 不急误也行啊 the door slammed shut 或者是the door banged shut 这个门 光的一声关上了 这模拟的声音 巨大的声音 这个别忘记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十三课 62页第十五行 当理查兹夫人向他走过去的时候 he fled 他逃跑了 slamming the door behind him 再用力 在身后把门 光的一声 把门摔上 想把这鬼挡住 当然我们还以前讲过那个 硬物碰撞的声音 发出 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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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的声音 我们十五课见过 咱们复习 70页第四行 如果五十面式的硬币 没有换成糖果汁的话 怎么样 they rattle for months inside money boxes 他们在存钱罐里 光当光当光当 晃当是好几个月 这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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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物撞击 发出的光当光当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在对面 rattle 这个词十五课见过 还有我们三十一课 可爱的怪人 咱们讲过 146月16行 因为这个大包袱 特别重 he dumped it on a counter 他蹬的一声 把它扔到了柜台上 这是硬物 就是重物坠落时 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东词源像是DUMP 我们大声在读下 Dump 你听 这么一声 跟那个Dump 发音口型类似 硬物落地的声音 还有我们跳入水中 扑通一声 跳入水中 咱们第十课就讲过了 汽船的命令被发布 就数以百计的人 怎么样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就纵身跃入 扑通一声 跳到水里去了 我们大声在对面 plunge 这个词 我们在42课 也刚出现不久 they plunged into the lake 他们纵身跃入那个湖中 现代洞穴人 咱们讲过 对吧 我们再复习几个 其他的一声词 比如说我们都在鼓掌 we all clap our hands clap 只要是拍呱咚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下 clap 注意黄颜色 是动词原型 C-L-A-P 代表说 don't clatter the dishes you wake the baby up 不要这个 咣当咣当的 那个撞碟子 你搞不好呢 把这婴儿呢 孩子吵醒了 正睡觉呢 这个硬物 互相撞击时发出 比较清脆响亮的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clatter 尤其是这硬物 落地时 落下时 放上呱当 呱当呱当 你像那马蹄声 打字机声 蝶子 互相撞击 发出呱当呱当呱当 落下时 发出的撞击声 我们再读一遍 clatter 还有呢 I'll smack your bottom if you don't behave yourself 说你要是不老实的话 你看我不打你屁股的 这个smack 叫做打某人屁股 啪这一声 当然也有可能是山耳光 叫做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mack 后面这个bottom 就是屁股的意思 这几个女生词蛮有趣的 可以放在一块同时剂 这个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 也是有自根的词 就是这个检查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inspection 检查 比如查卫生啊 什么什么检查 这个工作 是不是做的好了 是不是都完成了呀 往往是主管部门 或上级领导来检查 当然这个词呢 它是有自根的 为什么有自根呢 它有个重要的自根 特别常见 就是spect 咱们记住啊 以后见到这个spec 这个拼携 我们知道 它的意思一定是跟看有关系 它就相当于look 那我们看看这个inspection 同根的几个词 都记下来了 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是名词检查员 第三个是名词检查 这个现象或动作或行为 先读动词检查 inspect 再读检查员 inspector 再读检查这个名词 inspection 这个非常好记 因为这个前面那个in in表示里边 对吧 那为什么检查 你打开盖 我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 要把里边好好仔细看一看 这不是检查吗 对不对 你这个箱子打开 把车门都打开 把后备箱打开 打开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不是检查吗 对不对 我们再进一步看 这是往里看 这是往外看 我们知道inx表示向外的意思 我们大声读一遍 expect 这可以表示期望 或者预期 或者预料 期望未来会发生某事 预料到明天会出什么事 是不是手打凉棚 往外边看 有什么呀 未来会怎么样 刚好是往外看 对 那期望 它的名词形式 我们再读一遍 expectation 这是动词和名词 这是往外看 还有呢 这个词大家可能还记得 做动词可以表示怀疑 大声再读一遍 suspect 我们在第一课也讲过 这个词如果当名词来用的 也可以表示嫌疑犯 但嫌疑犯的重音 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再读一遍 suspect suspect是动词怀疑 名词suspect叫嫌疑犯 然后怀疑这个行为 这个名词 我们读一下 suspicion 还有同根的形容词 怀疑的 suspicious 当然它也可以表示可疑的 怀疑的或可疑的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含义呢 因为前面的su 有的时候是sub都行 这个su和sub 它都可以表示下面 表示ender 哎 我说你上面看着挺正常的 你这底下藏着东西了吧 底下有什么 我好好看看 怀疑底下藏着东西呢 要往底下看看 是不是怀疑的意思吧 往下边看 哎 怀疑多好记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跟他有同根的 你像这个词 本身表示景象 或者情景 大声读一下这名词 spectacle 情景不是咱们看到的东西 景象 对吧 然后壮观的 读一下形容词 spectacular 好 壮观的不是跟看有关系吗 对不对 还有呢 这组词 我们先读这个形容词 表示小心谨慎的 大声读一遍 circumpect 我们知道这个circum 它本身就是circle 这个意思 表示圆圈 一圈 往周围一圈 看一看 那刚好表示 小心谨慎的 做事情 先去周围打量打量 是不是有埋伏啊 是不是有这个间谍 有坏蛋呢 是不是放着地雷呢 往周围先看一看 是不是叫小心谨慎的 小心谨慎的名词 我们再读一下 circumpection 我们这么一看就知道 单词 个儿越大 往往咱们越简单 个儿小呢 意思特别多 特别灵活 不好记 单词个儿越大 往往意思越少 而且单词个儿一大呢 一般就有字根了 它就变成一个短语了 我们再看几个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个名词 prospect 这个pro呢 很多同学都知道 pro这个表示往前向前的意思 向前看一看 刚好翻译成前途 展望 对于未来的展望 刚好是往前看 前途展望 你比如说 The road is tu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这个词经常用复述 什么意思呢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展望未来 一片光明 对吧 我们把这曲折的 一听这发音就曲了拐弯了 我们也大声读一遍 tortuous 然后顺便这个句子就背下来了吧 道路是驱拙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那就是往前看呗 还有我们以前在22课讲回忆相关的一个词 今天也容易理解了 大声读一遍 retrospect 这个retro这个字头 它可以表示back 向回的意思 扭头往回看 刚好翻译成回顾 回首往事 这个回顾 往回看 这是名词 我们经常用在固定搭配下 in retrospect 这个介词端语直接翻译着 回首往事 你像 in retrospect I think my marriage was doomed from the beginning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22课讲过这个句子 回首往事 我觉得我的婚姻呢 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不幸的 好 这相关的跟看有关的词 五星级重要 跟老师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恐吓 这不能就恐吓 恐吓 威胁 大声读一遍 intimidate 再来一遍 intimidate 这叫恐吓 威胁 这个词个儿大 对吧 个儿一大就好办 个儿大了 往往里边呢 都有一些藏着的小秘密 你比如说intimidate 其实里面就藏着一个形容词叫timid timid叫胆小如鼠的 胆子小的 你听这发音口型就很小 大声嘴边 timid timid 那么你看这个intimidate 刚好in是使进去 让胆小的情绪 使进到你的体内 这不是让你胆小 不是恐吓脅迫你吗 就为了让你害怕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恐吓脅迫 这个动词 intimidate 好 再读一下 它同根的形容词 就是令人恐怖的 令人恐吓 令人害怕的 威胁性的 大声再读一遍 intimidating 就令人恐怖的 威胁性的 对吧 再读一下 这威胁恐吓 这个名词 intimidation 同根词长得像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同时记住了 对吧 我们也看看这个 肖伯纳说过的一句 有趣的话 他就hatred is the coward's revenge for being intimidated hatred是 这个这个 这个憎恨仇恨 是什么呢 coward 叫胆小鬼啊 是胆小鬼的 revenge revenge 叫报复 对于什么呢 对于被 胁迫 被恐吓之后的报复 如果真是 若势必怒 浮尸而人 流血五目 那真是这种 意识 你恐吓 我奋起反抗 但胆小鬼的 报复是什么呢 我恨你 你恨他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他吓唬你 恐吓你之后 你恨他 这是胆小鬼的报复 这肖某娜说话 很幽默 我们看到这是恐吓 那恐吓某人 让他做某事 恐吓某人 让他如何 我们记住 这搭配 大声在读下 intimidate 读文单词的 既搭配 intimidate somebody into就好了 into后面加名词 动词都行 就恐吓某人 让他如何如何 进入这个状态啊 或者让他做某事啊 都行 当然跟他同意的 这俩词可以替换 我们再用这个词 cow 大家可能知道 cow做名词 是奶牛的意思 这个当然动词呢 可以表示恐吓 胁迫 吓唬某人 威胁某人 奶牛 这很可怕 对吧 有的奶牛 有什么可怕 奶牛他一批 我能做死你 我们还有下面 他老公公牛来了 这也有恐吓 当然这不 严格来说不是公牛 公牛是ball 在这再加个y就好了 大声代读一下 Bully Bully也是恐吓 威胁某人 Bully somebody into 我们加名词或动名词 恐吓某人 让他如何 甚至这个bully 我们经常还在生活中 拿名词来用 专门表示 欺负第一年级孩子的 那些大孩子 在学校里品行不端 欺负小孩的 叫School Bullies 复述就是去掉 Y那边的IES就好了 好 恐吓胁迫 这几个有趣的 这个它的来源 相关的这个类似词汇和搭配 咱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我们44个生词和短语部分 跟老师先学到这 好 下面咱们来看44个的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 咱们首先看屏幕 分析一下句子的成分 这个白颜色的呢 还是句子的主句结构 句子主意是people 人们 什么人呢 traveling long distances 这明显是非为语动词 当后置定语来用 就是长途旅行的人 对吧 frequently咱们多次见过 最早在第四课见过 它就相当于often 经常常常 常常怎么样呢 have to decide 常常啊 必须得决定 后面当然是 whether引导的 逼于从具嘛 对吧 whether they would prefer to go by land sea or air 就他们呢 是更愿意 从陆路走呢 是从海路走呢 还是坐飞机 这个would prefer 跟单独用prefer 差不多 都是更喜欢 更乐意 这个意思 当然by land 是通过陆路 by sea 是通过海路 by air 不是坐飞机嘛 这三个都用by 那像提供音识一样 用一个by就行了 就是水路空 到底从哪个方式来走 更好 那么这是总领全文的 这么一个句子 下面就分别 从这三个方面来陈述 首先呢 先说by land 就是通过陆路 就坐车呗 我们看第二句 他说 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这很少有人呢 能够真正喜欢 在火车上呢 坐一座 坐好几小时以上 长途火车 而且亚历山大 那年代 还没高铁呢 当然我们看这个 Harley anyone 这个主语呢 就值得咱们 好好去学习 Harley anyone 其实相当于 almost no one 几乎没有人 因为这个Harley 它本身就是 almost not 对吧 那not跟anyone 放的一块 不就相当于no one吗 所以就等于 almost no one 当然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就Harley anything 它相当于 almost nothing 对吧 我们在以前还见过 Harley ever 相当于almost never 因为Harley是almost not not跟ever放的一块 不就never吗 这几个都是可以替换的 我分别看一个例子 Harley anyone rised to me these days 现在啊 很少有人给我写信了 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这几乎没人了 对吧 再比如说 Dad ate hardly anything 爸爸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吃 再比如说我们的Harley ever 这可见过好几次了 随便拿出31克的例子 146月第十行 尽管他拥有一辆大汽车 He hardly ever used it 他呢几乎从来也不用 买了车不开 这怪人们 总是更喜欢安部以当车 这个搭配先记住 那本文中是几乎没什么人 怎么样呢 Can能够positively 注意 这可不能发生积极的正面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positively是多意思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屏幕 positively 这里是副词 他的意思是 Used to emphasize the truth of a statement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surprising 就是被用来强调一下 某句话的真实性 这真是这样啊 的的确确是真的能怎么样 尤其这事是比较令人惊讶的 本文中就是嘛 有人会喜欢连续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吗 如果这个事一定会令人很惊讶的 对不对 所以说很少有人能真的喜欢做长途火车 不就这意思吗 对不对 真的喜欢的话 那就令人惊讶了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Some diets may be positively dangerous 有一些日常的饮食啊 可能是真的特别危险的 有的人 那日常饮食我天天都吃 那怎么会危险 又不是毒药 你这种饮食吃多了 真会死的 真的是很危险的 这日常饮食危险 听着那人惊讶 他真是这样 你再比如说 Tenight's performance is positively the last time the band will appear together 今天晚上的演出啊 真的是这个乐队啊 这个组合最后一次演出了 可能以后呢 这乐队 Band 乐队嘛 就结散了 真是最后一次 不是骗你啊 最后一次 这是令人惊讶的事 但是这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 本文中就是 很少有人真的 能够怎么样呢 Enjoy doing something 喜欢做猫事呗 喜欢怎么样 Sitting in a train 坐在一个火车里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这可以背一背 就是几个小时以上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几小时以上 For more than a few days呢 就是几天以上 对吧 我们放在一块造过去 我们把这句话先付出一遍 几乎没有什么人能真的喜欢坐火车呢 连续坐好几小时以上 我们一块来说一块啊 我们说 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再来一遍 稍快点 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造句子 不能白背 对吧 很少有人真喜欢几天以上吃同一种食物 对吧 就算你爱吃这东西 一天三顿饭 天天吃 连着吃七不天 你也该吐了 所以我们来造这些 很少有人叫什么来着 Hardly anyone真的能够 Can positively enjoy eating the same food 怎么样 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好极了 这个搭配里面好多都值得咱们再去回顾 Hardly anyone 很少有人 真的positively enjoy doing something 还有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都值得咱们记 这个人之常情 他一说呢 咱们确实说得对 为什么呢 他后面进一步解释了 看第三句 Train compartment soon get cramped and stuffy 就火车的那些小隔间里边 很快会变得又拥挤 又气闷 也不通风 首先那个compartment 在这是表示呢 火车中的小隔间 尤其表示那个软卧车向 咱们看屏幕 大家可能在火车坐过软卧的都能知道 这个就有小门能关上 这叫一个小隔间compartment 我们这个词看着眼熟 因为它在第十刻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中 我们也讲过 还可以表示轮船的密封舱 为了增加浮力 跟那渔镖一样 咱们复习就是在五十页第六行 因为它有16个不透水的密封舱 是增加船的浮力 这叫compartment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这个火车里的小隔间 很快就变得get是变得吗 系统词吗 后面两个新闻词做表译 第一个是cramped 叫空间狭小的 这个非常好记忆 因为这个cramped 本身可以表用钳子加的意思 用钳子加别了的 那当然里边就空间很小了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这字没发梅花音 cramped 也像a cramped room 一个狭小的房间 a cramped office 一个非常面积很小 很急的这么一个办公室 放一个桌子就满了 a cramped cabin 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船舱 总之空间特别小的 我们造个句子吧 比如说这个走廊如此的狭小 以至于我只好侧着身子走过去 本来就窄就堆一堆东西 正着走过不去都 这个走廊 咱们在42课见过去 corridor 侧着身子走 也是42课讲过去 edge my way 是不是来自edge one's way 对吧 就是身体的侧面往前走 咱们一块来说这句话 the corridor was so cramped 以至于 that I had to edge my way through it 穿过去吗 好 走廊如此狭窄 以至于我只好侧着身子穿过去 当然这个狭窄的叫 cramped 它的反义词呢 在本文中也出现了 生词标里也有 就是这个词 大声在读下 spacious 它当然来自空间 space 对吧 我们看本文中 就是在第13行 就在本文中13行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a spacious deck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活舒活筋骨 这个cramped和spacious 刚好都指空间 一个狭窄 一个宽敞 刚好会通时去 那后面还有个词叫stuffy 这个词也重要 叫做闷的 气闷的 不通风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tuffy 就是这个地方 空气特别闷 会不通风 比如说 the room is too stuffy please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这个房间里太闷了 好几个月没开窗户 这找整个都 味都不对了 请打开窗户 怎么样 让 allow allow some 好 再回到本分钟 有的人说 那我就转移注意力 坐着说不容易 他说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就是让你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这个非常不舒服的旅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你身体就在车厢里边 你出不去 对吧 每时每秒都难受 就这个意思 这里边出现一个好搭配 当然前面的 it是形式主语 后面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这是真正主语 动词不定是吗 对 这里的习语搭配是 转移注意力 不想不愉快的事 这个叫 take one's mind off something 这特别好记 就是把某人的心思 从某个东西上挪走 这个off是脱离离开的意思 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某个不愉快的事 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想 这个本文中 这个搭配 我们可以用它 类似再写个句子 你想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ake my mind of my dog's death 这是不愉快的事 我说 要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啊 我这条狗的死啊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狗养了十好几年了 老死了 多难受啊 转移注意力不可能 再比如说 the good thing about running is that it takes my mind of any problems I've got 咱们一块翻译的句子啊 这个跑步啊 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能够转移我的注意力 不再想我的那些问题了 一跑步 这些内飞太多巴胺 一分泌 心情爽 痛快 跑步能上瘾吗 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这些不愉快的事 看到这个搭配 使我们立刻想起了 咱们的以前讲过一个 叫不愉快的事 总缠着某人 幽灵之死 那个书咱们讲过 叫做be haunted by 这个haunt 是表示鬼魂 迎绕在某地 鬼魂出没 当然好像鬼魂一样 被魂缠着 不愉快的情绪 总缠着某人 忘不了 这也不错 你比如说 I am haunted by homesickness 什么意思啊 我最近特别的想家 homesickness 思想病吗 想家吗 像鬼魂一样绕着我 脑袋转 天天想不想 它都不可能了 这个表达也很漂亮 再来说 After 30 years he still haun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fighting in Vietnam 当然这个Vietnam 是表示这个越南了 在30年之后 他依然被 当时在Vietnam 就在越南 这个作战的这个经历啊 依然一闭眼 就是哎呦 血肉横飞呀 很多人士兵 在参加残酷战争之后 就这种战争后遗症 一闭眼就枪临电雨 枪临弹雨 血肉横飞 晚上做个梦 好像被鬼魂绕着一样 你看这两个搭配 是不是有意趣通工之妙 对吧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来 那么就有读者说了 那干脆你就读书呗 对不对 看书不就转移注意力了吗 作者说看书啊 不太零 为什么 咱们看屏幕 他说reading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这是句子的主剧主干结构 就读书啊 阅读啊 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豆豪福尔 咱们第一课就见过了 是补充说明原因 因为这个单调的节奏 咱们在讲生词 就说过这个句子了 什么节奏呢 of the wheels 这个车轮子的这个节奏 什么车轮子呢 后面大家后知定语 clicking on the rails click 是发出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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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就是车轮子呢 就是在铁轨上发出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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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它不是全部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partial 你看本文中 a partial solution 一个部分的解决方案 就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a partial success 这是一个部分的成功 就没有完全达到当初的目标 对吧 还有你看我们经常说的 a partial solar eclipse 这个 eclipse表示日时或月时 solar是太阳的 刚好a partial solar eclipse 是什么意思 日偏时 这太阳有一部分被月亮的影子挡住了 对吧 当然有人月偏时呢 叫a partial lunar eclipse 这个lunar不是月亮的吗 咱们以前讲过阳历 叫solar calendar 最早的日历还记得吗 阴历就lunar calendar 这俩词都见过 那当然要是反义词呢 月全时 日全时 那换成total就好了 中间这个字母 T在美云中会啄化 最后舌尖抵住上下根 发出了侧音 大声在那边 total a total solar eclipse 就是日全时 lunar换进去 那就是月全时 好 这个 我们说某个东西 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叫be a partial solution 这个搭配可以记一记 我们用它来造个句子 吃药 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过有规律的生活 这才能除了病根 这个是好医生 吃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吃药的动词 我们一般用take Taking medicine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这个简单 本文中有了 但最重要的是 这个怎么说 还有你得过有规律的生活 这怎么说呢 咱们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对吧 咱们回顾回顾 复习一下 34课 158页第八行开始 一个真正的一门心思 要逃便宜货的人 必须要有耐心 并且 and above all 并且最重要的是 要有识货的能力 对吧 and above all 叫最重要的是 那过有规律的生活呢 咱们贵重的宝贝猫见过呀 86月第四行 Rustus leads an ordinary life 这个Rustus之猫 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这我们再写着句子 多从容 多自信 而且多么快速啊 咱们一块说这句话 Taking medicine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and above all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You have to 必须得 Lead an ordinary life 好 整个句子一气呵成 但是这出处都出自世界经典新概念 有谁敢说他错 谁说他错 谁准错 对吧 这个句子咱们也好好记住 再回到本 再回到本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调的节奏 For the monotone的单调的rhythm rhythm一般用在音乐里边 叫节奏 经常跟另外两个词呢 同时出现 就是节拍和旋律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节奏 rhythm 再读节拍 beat 再读一下旋律 melody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让我们随着这个拍子 翩翩起舞吧 Let's dance to the beat 大家注意啊 可不能说with the beat 那不行了 dance如果加with 那是跟某人在跳舞 你不能跟着这 跟节拍 抱着节拍跳舞 不可能 随着节拍跳舞 加to 旋律 也是一样 甚至我们说 随着这首曲子 翩翩起舞 dance to the music 注意都是加起司to 顺便记住 好 再回到本分钟 这个车轮撞击铁轨 单调的节奏 很快会使你沉沉睡去 这个搭配顺便 我们就记住了 其实前面都见过 所以跟李老师学新概念 你不用把前面一课复习完了 再学下一课 咱们的课文自带复习功能 同样的老师 有同学问 用不用我把第三册复习完了之后 再学第四册 根本不用 直接接着学第四册 因为第四册 依然是每课书温故知信 我们的课程自带复习功能 就像我们中文 为什么我们不用把昨天的中文复习一遍呢 为什么我说的中文忘不了啊 每天咱们在说中文 看中文 写中文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又是温故 每天又能学到新的表达 每天都是复习吧 这不就好了吗 我们学习也是这样的 你像这个Law Somebody to sleep 咱们前面讲睡眠的时候 说过一次 叫他使某人沉沉睡去 因为这Law是使安静 使安静 着了最后 当然不是着火了 睡着了 你比如说 红小孩睡觉 Law a baby to sleep 红海呢 月儿明 风儿静 树银 这窗林啊 唱着唱着 着了 你看 当然不是着火了 当然我们还有呢 李老师刚才唱的就是什么 这是摇篮曲 摇篮曲 是不是也是从Law这个词来的呢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Lullaby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 刚好Law 后面在家Baby 那个字母B去掉之后 就上ABY了 让婴儿睡觉 Lullaby 当然老外不可能唱 书业这窗林啊 老老外不唱 这个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Lullaby Lullaby 摇篮曲 这都好记得 我们就顺便造个句子 这梦幻般的音乐 使我沉沉睡去 有同时 这梦幻般的又不会说了 这梦不就像梦一样的吗 咱们以前讲过 像猫一样的动物 Cat like animals 像梦一般的音乐 The dreamlike music allows me to sleep 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以前的知识别忘了 好 再回头本文中 我们这下一句话呢 也是指睡眠 刚好同时 咱们一块记住 咱们也打到屏幕上 During the day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什么意思呢 在白天 怎么样 你是忽睡忽醒啊 为什么作者要凿布这么一句呢 他在逻辑上成立 对不对 你说读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那很快让你睡着了 有同时说 那你睡着了 这不就解决了吗 不就不难受了吗 所以他补一句 睡不安稳呢 你以为像家里 西梦斯床睡那么磁石 不可能的 他说在白天怎么样呢 忽睡忽醒 这个搭配背下来叫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这个snatch叫做 一小段时间 一小段时间 五分钟 一个snatch 十分钟 一个snatch 十二分钟 一个snatch 三分钟一个 睡五分钟 一摇晃行了 刚趴下 五分钟 七分钟 过一 列车员一过 又行了 忽睡忽醒 睡不辞实 我们再回顾一下 咱们以前讲过的 另外一个搭配 叫辗转反侧 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净遮饼了 非常形象的端语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Toss and Turn 这个Toss叫 抛起来再接住 Turn就转过去 你在床上一会儿 翻到左边 一会儿翻到右边 一会儿睡不着觉 拿大顶 整个辗转反侧 咱托福听这题 以前做过一次 咱们今天再听一遍 就一句话 我们再听一遍 好 给几秒钟 咱们仔细看一看 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第一选项 I was overtired and couldn't sleep 我实在是太累了 睡不着觉 over tired 就过度的疲劳 过度疲劳的浑身疼痛 你累大了劲 真睡不着 为什么呢 我们看原文 看这原文再听一遍 昨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好 净遮饼了 跟摊大饼一样 太疲劳了 无法入睡 tutu是太怎么样 而不能 就好了 当然选选地了 过分疲劳 而无法入睡 就好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咱们下一句 刚看完了 就是在白天睡不着 叫晚上 at night when you really wish to go to sleep you rarely manage to do so 说的好 在晚上叫at night 固定搭配 当你真的wish to do 就希望去做某事 格罗斯比较睡着 想去睡着的时候 you rarely这么讲过 就是almost never 几乎很少能够真正睡得着 这个睡得着用的是manage to do so manage to do 咱们第一个讲的 就设法完成了某事 尤其是比较困难的事 你真正想睡 费了牛劲 do so就睡着 睡不着 这个有人说 那我买卧铺就行了 卧铺不有床位吗 咱们看下个一句 看屏幕 他说有卧铺也没戏 这个丁一行的黄颜色的呢 当然是条件状约从去 if you're lucky enough you're lucky enough 就是非常非常幸运 咱们也就类似那个台湾话 有够幸运哦 如果你很幸运 能够买到卧铺票 当然这个sleeper 可以表示卧铺的一个床位 就得到一个卧铺的床位 就买到卧铺票呗 怎么样呢 you spend half the night 你会花费半宿的时间 当然后面的白颜色 整个人就是主句了 spend some time 我们跟doing something 是固定搭配 花时间做某事 对吧 做什么事呢 staring 当然来自于咱们第六课就讲过的 s-t-a-r-e stare 瞪大眼睛凝视的 对吧 这个doing的去掉E加NG 你会花半宿的时间 瞪着天花板上的小蓝灯 当然为什么不是蓝小灯呢 大型年星年波才用呗 咱们食物和讲过 一会儿复兴 或者是干嘛呢 we're fumbling to find a ticket for inspection 这个fumble 32课 咱们讲找那个词的时候 讲过这个词 当时我们讲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包括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search相关的一些词 这个fumble本来是翻来覆去的找 就声音像翻包啊 对吧 当然动词员是f-u-m-b-l-e 这是分词去掉E加NG 这跟前面staring并列 都是花时间做某事那个做 对吧 或者花时间来干嘛呢 翻包翻来覆去来找票 来应付什么呢 应付inspection 为了检查一下 大半夜查票 也睡不安的 当然这句话里细节比较多 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sleeper 多意思 它在本文中可以表示 卧铺车 或者卧铺车厢 或者卧铺的一个床位都行 总之跟火车相关 在本文中的get a sleeper 不妨可以翻译是得到一个卧铺的床位 就有卧铺票 当然确实sleeper也可以表示人 就是睡觉的人 有的时候咱们阅读中或口语中会碰到 a live sleeper 一个睡觉很轻的人 有点动静就行了 a heavy sleeper 一个睡觉很沉的人 地震都不行 这是表示这个睡觉的人 本文中当然是第一个意思 你会花半宿的时间盯着天花板上的小蓝灯 为什么不是蓝小灯呢 因为咱们讲过这个名词前 喜欢词修士的它的顺序 就有八个字 大小形状年龄新旧颜色国籍材料用途 简称大型年新颜国才用 不属于这八类的 扔到最前面就怎么拍都行了 属于八类对号入座就行了 本文中呢 小蓝灯小属于大小 蓝属于形状 蓝属于颜色 大在前颜色在后 复习复习 16克 一头小白羊 七十二七十四页第二行 a little white lamb little大小 白颜色 大小在前 对吧 还有三侧的第十八克 八十二页十五行 小黑盒子 小大小 黑颜色 所以小在前 黑在后 那本文中 小蓝灯也一样 注意in the ceiling 在天花板上的小蓝灯 大家注意这个中英文的对比 英语说天花板里边的小蓝灯 他说这in the ceiling 我们立刻能想象到这个灯呢 是镶嵌到天花板里边去的 它又在天花板外边 这太谎言 我们很多家里装修不是射灯吗 镶嵌到里边 咱们中文就是天花板上 可见这个英语比中文精确 这种用法 咱们在二十八克就见过 当我们走过商店的时候 他拿着钻石 用力的在玻璃上滑了一下 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印 玻璃上用的是in the glass 因为这个痕迹是镶嵌到玻璃里边去的 大家看到英语是不是 好像分辨率比中文高 它更像油画 咱们中文更写意 更像水墨画 它不太分 你看他一拳打我鼻子上 他一拳揍我脸上 你看中文中 鼻子上脸上都是上 但英语中呢 He hit me on the nose He hit me in the face 为什么鼻子用on呢 鼻子硬的有骨的凳 打鼻子上了软扑 脸是软的一打进去了 中文中不能精确 你说这以前打我脸里边了 打脸里边了 那不成恐怖片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英语中 这个地方比中文精确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你看就这么折腾 当然到了目的地 那累死了呗 下一句话说 Innevitably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almost exhausted Innevitably叫不可避免地 或者必然地 就是你呢 会到达你的这个目的地 那怎么样呢 almost exhausted 这个是形式短语 在这当逐语补足语来用 就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精疲力竭的 这个逐语补足语 咱们24课贵中骷髅就讲过了 就是动作发生时 逐语的状态 本文中到达目的地 是逐语的状态 精疲力竭用形式短语 修饰逐语啊 它不是修饰畏语动词的 当然这句话中呢 有一些表达 咱们先看一看 首先看这个必然地 这件事几乎一定得发生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Innevitably 好 这个词咱们未来还会出现 咱们46课 你看212月22行 Innevitably the repair job was not quite so simple 当然不可避免的 这个修理工作 不会那么简单 必然的 肯定的 形容词呢 就去掉y 再还原成一个字母意 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Innevitable 就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 一定会发生的 这我们看看 那个小肯尼迪的一句名言 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nevitable Those are那些 这是定义从事先行词 然后后面定义从事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那些使得和平革命 成为不可能的人 怎么样呢 主题的位置在这儿呢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nevitable 将会使得暴力革命 不可避免 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吧 表示某事不可避免 咱们还有一个口语中常见搭配 就是something can be helped 不能翻译成某个事 不能被帮助 这个help 可以有避免的意思 某事不能被避免 不就某事是难免的吗 一定会发生的 这个比较口语化一些 你看他每个字个儿都小 这是口语的特征 咱们再听一听当年的一道 听力真题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再来一遍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咱们给几秒钟看一看 选哪一个 好 读一下这四句话 好了 时间到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第一选项 他不想让这男的 给他换一个新碟子 他把那碟子猜了吗 为什么呢 看原文 看着原文 咱们再听一遍 开始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第一个男的说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您的碟子给撕了 这个碟子叫 platter 这个一般是比较浅的 这个一般是比较浅的 那个成凉菜的碟子 稍微深一点 那碟子一般叫dish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我非常高兴 给您买一个新的 给您换一个新碟子 More than 在这是非常极其 不是比什么什么还多 这是多亿的端语 他修饰形容是happy 就非常高兴 给您买一个新的 第二个女的很客气 Forget about it 固定搭费就算了吧 字面意思忘了他 其实就算了吧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d 有些事怎么样 就是不可避免会发生 这碟子辞着早晚得猜 对不对 怎么你猜的 刚好有借口买新的了 好朋友这么说 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不想让这个男的换这碟子 这个something can't be held 就像是something is inevitable 某事是不可避免的 好 再回答本文 不可避免的 你到达目的地的状态 是almost exhausted 咱们说了 这形容词做 逐一不足语 这种形容词做 逐一不足语 在本文中也会出现 本文中倒数第二行 就这么29 第29行 就在本课书中 你看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fresh and encrumpled 跟这本句话多么像 你将会到达你的目的地状态 是神清气爽的 fresh 是精力充沛的 encrumpled 是没有垮掉的 这不两个形容词修饰什么 修饰主语 You 你呀 这不是副词 它不是修饰arrive 修饰动作发生时 主语的状态 你再比如说 你看这句话 When I got home I was tired and sleepy 我到家时 是又累又困 这是个复合句 对吧 我们可以改成简单句 I got home tired and sleepy 就好了吧 我到家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 又累又困 这是形式短语当 逐语 补足语 补充说明 动作发生时 逐语的状态 对吧 好 这上面呢 是说了 这个坐火车呀 坐火车 不舒服 这个有人说 那坐火车 干嘛呢 现在怎么家家户户 怎么国人都富起来 都开汽车了 你开汽车不就行了吗 开汽车呀 也好不到哪去 好 下面咱们作者呢 就带着大家来比较呢 这个开汽车 咱不坐火车了 怎么样呢 Long car journeys are even less pleasant for it is quite impossible even to read 他说 长途的汽车旅行啊 甚至更加令人不愉快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要读书想阅读啊 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您能一边看书 一边这开车吗 您不作死呢 当然这个注意 这quite impossible impossible 前面加quite 这得翻译成完全不可能 咱们以前讲了quite 既可以翻译成相当的 也能翻译成截然完全 那跟impossible搭配 一定翻译成完全 完全不可能了 而且这个impossible 或者是possible 它的主语一般不是具体的某人 所以注意 咱们写的时候 不要写错 这句话不能写成 for you are quite impossible to read 这不对 it is impossible even to read 这个是对的 就甚至读书都不可能了 作者下面说 这个高速公路啊 还稍好一点 咱们看下一个复杂的句子 on motorways you can 就是在高速公路 motorways 是个英式的表达 你可以怎么样呢 at least插入语两个动画之间 就补充说明一下 至少怎么样呢 travel fairly safely at high speeds 至少可以相对呢 比较快的速度来安全的行驶 对吧 当然这个速度speed 咱们刚讲过 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 前面只能用at 如果不可数名词呢 用at用with都可以 在这当然用at 但是but引出并列去 这是并列点词 more often than not 就是固定的一个习语搭配 翻译成常常 就相当于这个经常常常 常常怎么样呢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journey 这个旅程中的大部分 is spent on roads 这个spent不是spend 它都过去分词嘛 旅程中的大部分都花到了路上了 而路上怎么样呢 后面大家这个 借词短语到后置顺语 修饰这个道路在路上怎么样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and too much traffic 加油站很少 但是呢 车辆却太多 这个service station 注意不要翻译着服务站 那就是表示加油站 这是英式的表达 咱们说后呢 一文翻译错了 这个路上行驶的车辆呢 traffic 表示车辆的总称 这个词不可数 所以不能用too many traffics 这个注意 首先我们就复习一下 这高速公路 这个motorway是本文中用法 这是一个比较偏英式的用法 因为我们说这个亚历山大 它本身是英国人嘛 后面两个词呢 是偏美式一点 高速公路 咱分别大声读一遍 motorway expressway freeway 咱们以后阅读见的都知道 都一样 都是高速公路 那在高速公路怎么样呢 你可以啊 这个至少啊 用相对比较安全的速度呢 用高速来行驶 but 引出 但是more often than not 注意 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写成 as often as not 要翻译成通常 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 它类似于我们的副词 usually 通常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 这两个搭配 同时记住 这是由often构成中心词的 常见的几个复合时间状语之一 这俩是一家子 more often than not as often as not 可不要翻译成 比不更经常 像不一样经常 这习语是不能拆开翻译的 通常 你比如说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argument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通常 这些争执 是可以被避免的 通常 这是我们often构成 中心词的复合词之一 还有一个短语 也很重要 叫 or too often 同样不能翻译成 所有的都太经常了 这不对 or too often 表示 不愉快的事 经常发生 它是有贬义词的味道 表示不好的事情 经常会出现 我们看例子 all too often parents leave their children home alone 就是经常啊 父母亲把他们的孩子们 独自留在家 这在很多国家 甚至是犯法的事 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种事发生 就不愉快的事 经常发生 再来一个 基本考试里就齐了 就是often构成的 时间壮语端语 叫every so often 这个也常见 可不能翻译成 如此的很经常 这不对 every so often 我们记住就等于 sometimes 有时候 你看这几个 都容易翻译错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she still calls me every so often 她现在呢 有时候 依然给我打电话 尽管可能俩人呢 感情已经都断了 都离婚了 但现在依然呢 在打电话 有时候打电话 咱们这几个记住啊 本文中是通常 通常怎么样呢 旅程东的大部分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journey is spent on 注意 spent 这个不规则动词啊 字母地区 要还成字母T 是过去分词 画在什么上 不是加记 是arm arm roads 画在路上 而路上怎么样呢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几乎没有什么加油站 这个service station 咱们以前讲过 也能叫petual station 就是加油站 petual是汽油的英式版本 在美国加油站呢 叫gas station gas是美国 表示汽油 她呢 写全了叫gasoline 咱们以前见过 这个很容易翻译错啊 你看这个 本文中 译文就翻译错了 就是205页 第六行的中间 译文翻译成了服务设施 不对 咱们把它改成加油站 是翻译错了 但是如果您买的是 最新的版本呢 背不住呢 它有丁正过来了 但是老版本的都是加油站 好 这个 当然还too much traffic traffic注意不可数名词 就路上的车辆 这个车辆不可数 咱们33克见过 大家会晤 154页的第19行 与此同时 the traffic piled up behind 车辆在后面越积越多 这不是不可数名词 路上行驶的车辆 造个句子 这个比较复杂 别害怕 好多都是讲过的 我的几个住在乡下的熟人 熟人咱们叫acquaintance 咱们见过 每年进城一两次来看戏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了 难得的乐视 但是通常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 花在了路上 在路上加油站很少 车辆却很多 后半句咱们见过了 前半句怎么说呢 一看就眼熟吧 咱复习一下 41课 192页的19行 Some of my acquaintances in the country 我的几个在乡下的熟人 Come up to town 上城里来 咱们还记得这个up吗 到重要的地方去 上城里去 每年一两次干嘛呢 to visit the theater 看戏 as a special treat 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难得的乐视 那么本文中 前半句用这个 后半句用本句中的这个 这不就好了吗 咱们一块复书一遍 Some of my acquaintances 在哪呢 in the country 干嘛 上城里来 come up to town once or twice a year 来干嘛 to visit the theater 作为特殊的享受 as a special treat 但是很可惜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通常 怎么样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journey 被花到了什么上 is spent on roads 在路上怎么样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还有怎么样 and too much traffic 好 这个复杂句子 咱们写起来是又快又准 因为咱们绝大多数的搭配都见过 对吧 再回到本文中 在这呢 是整个的把这个by land 彻底否定了 你在坐火车 开汽车都没去 那么by sea怎么样呢 能不能坐船呢 我们看下面一句 坐船的看似好一些 他说 by comparison ferry trips or cruises offer a great variety of civilized comforts 他说相对而言 首先这相对而言 相形之下 这个搭配得背一背 叫by comparison 或者是in comparison 没有区别 可以通用 就相比之下 相对而言 这个搭配漂亮 记住 我们以前还见过一个 更复杂的短语 叫做pale in comparison 当然也能说pale by comparison 这个搭配叫相形见处 这个pale注意在这当动词 叫变苍白 注意不是形容词 这是动词端语 相形见处 但注意他用在什么场合 他表示 这个坏事 跟另外一个更糟的事相比 就相形见处了 这一定是坏事 这个事很糟 跟那个一比 就不如那个更糟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I thought I was badly treated But my experiences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yours 我原来还以为呢 我被非常糟糕的对待了 但是我的这个经历 跟你的一笔 就相形见处了 对吧 我到那儿呢 他们对我很粗鲁 你去那儿呢 好 把你打说一条腿 就跟你这一笔 就差远了 这个也可以通识记 当然相比之下 叫by comparison in comparison 这是可以的 可以替换 我们可以换成 by contrast 或者是in contrast 一样的相比之下 这个by和in都可以 咱们随便看一个例子 四册三十七颗 衰老的过程 第四册 这四册的218月21行 A run down watch is do a watch can be rewound 一个破手表 用旧的手表 依然是一块表 它能够再次上弦 an old watch by contrast become so worn and unreliable that it eventually is not worth mending 但是与之相比 相比之下 一块旧手表 变得如此之破损 和无法依赖 以至于最终 都不值得修了 这个by contrast 相比之下 如果太破旧 在上弦没用了 就得扔了 相形之下 当然可以换成in contrast 当然这是直接当状语来用 叫相形之下 如果后面再加宾语 我们当状语 叫语 点点点相比 怎么办呢 咱们见过 复习一下就好了 compared with 或者compared to 与什么什么相比 这是非为动词当状语 或者in comparison by comparison 后面再加个with 或者再加一个to 再加并语 也是与什么相比 或者刚才那个 in contrast by contrast 后面再加个with 或者再加个to 就可以直接加并语 叫语 点点点相比 这个咱们都见过 好 再回到本文中 相比之下 ferry trips ferry是渡船 往返两岸的渡船 或者是cruises cruise是表现 娱乐性质的 乘船游览观光 怎么样的 offer提供了 a great variety 就多种多样的 什么呢 civilized 就文明的 comforts 这个名词 咱们得看一看 这个comforts 它本身就得用复述 它的意思比较抽象 它表示 使人觉得舒服的东西 在本文中 布房发现场 给我们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 文明世界的舒适享受 船上宽敞 船上可以看电影 船上可以听郭德纲的相声 经常看在渡轮巨型的客轮上 有巨场 船上能洗澡 船上甚至可以打乒乓球 只要没有风浪 都可以 船上甚至可以有非常宽敞的 席梦思床 这个在火车狭小的空间 不可能的 这叫使人觉得舒适的事物 咱们看几个例子 hotels with all the modern comforts 这些宾馆 什么宾馆呢 有着所有的那些 当代舒适设备的宾馆 里面空调啊 什么席梦思床啊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按摩浴缸啊 舒适的大沙发呀 都有 在旅程之后 能够回到家里边的舒适温暖的家 真是太好了 家里的舒适设备 一回家 先来葛油堂 躺在大沙发上 打开空调 开开电视 这个然后打开音响 整个听着音乐 看电视 享受着这个咖啡 吹着空调 这不都所谓home comforts吗 家里的舒适的东西 就这个意思 好 再回到版本中 后面进一步说 他说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decks play games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enjoy good food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sea is calm 他说 你可以在 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活 舒活 筋骨 这是我们讲过的搭配 叫stretch on's legs 这个不能翻译成 把腿撑开 更不能乱翻译 有人翻译成 蹬了腿了 死了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叫坐得太久 出去走走 这个意思 坐得太久 腿皱脑难受 或者我们说过 用朱自清的话说 就是舒活 舒活 筋骨 抖擞 抖擞 精神 就坐得太久 出去转转 我们还可以 表示散步 散步咱们讲 可以用 take a walk take a stroll 这个stretch 叫卖悠悠的散步 或者take 可以换成have 或者进一步 可以换成go for go for a walk go for a stroll 就行了 这个咱们前面见过 也像19颗贵重的宝贝猫 这个小猫怎么样 he usually takes a short walk in evenings 它通常在晚上 要小散步一圈 这是猫咪在散步 咱们还形容过 蜗牛散步 23颗 咱们114月13行 还记得吗 这个想法 从未吸引过我 但是有一天 下一次大阵雨之后 我正巧正在 花园里散步 这是我注意到 大量的蜗牛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也在散步呢 蜗牛散步 用了这个take a stroll 慢悠悠悠的躲步 对吧 好 回到本分钟 你可以在宽散的甲板上 疏火 疏火 筋骨 这明显是对比 刚才你坐火车 不方便 对吧 轮船面积大 对吧 play games 可以做游戏 在甲板上玩老鹰 坐小鸡 这个话 还有呢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这不能犯成 遇到 这遇到是客观的 再次是主观的 结石 结交 这个意思 这是多意思 结石有趣的人 这结石 结交在 我们未来59克 也会碰到 one wants to meet like minded collectors 人们可能想结石 那些志同道合的收藏家 结石 结交 跟某人做朋友 这个意思 还可以享受美食 海上竟是海鲜的 好吃的 对吧 但是后面有个条件 注意这葡萄花后面 是个条件状语从具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of course 差不多语了 当然 总是假定 怎么样呢 that sea is calm 这个assuming 后面加不加 这个连词带 都可以 因为assuming 本身就可以当连词 或者加上带 那就复合连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 以为这种情况 第二个翻译 是假定 或者假如 那本文中 当然是第二个意思 总是假定 当然 还是风平浪静的 你要是起风浪 那就没戏了 对吧 这个第二个意思 本文中出现 第一个意思 本书中出现过 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36课 166月 第22号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in an air raid 大家记得吧 以为他的家人们 在一次空袭中 都死去了 汉斯呢 在离此 50英里之外的 这么一个小村庄呢 这个定居下来 并且一直住到现在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以为 本文中是假定 我们造个句子吧 用这个assuming that 你将用半小时到呢 用半小时就是 in half an hour 就好了 到那里get there 当然 当然我们还有 of course 能插入语 assuming of course 路上车不多 路上的车用什么 不可说明词 traffic 车多 可以用形容词heavy 造句子 you'll get there in half an hour 然后呢 assuming 再来插入语 of course that 这连词有没有都行 the traffic is not heavy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连词 that 把它加上也行 去掉也行 有没有都行 当然 假定车不多 你堵车 北京的一塞车 五个小时都够呛 假定咱们不堵车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咱们看下一句啊 他说要是不风平浪静呢 咱们看屏幕 if it is not 当然他有上下文 这后面省略的 当然就括号里的 com 就如果不平静呢 并且and 还是在条件状态从具里 还如果怎么样呢 you're likely to get seasick 你有可能的晕船 这get是系动词 seasick 是晕船的 这是当形容词来用 系表结构啊 如果海面上不平静 而且又假定呢 你还晕船 那怎么样 no form of transport could be worse 没有其他形式的交通方式 能更糟了 就说明如果这样的话 你坐船最倒霉了 你别说欣赏美食的 你得吐得七昏八速的 就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交通工具 叫transport 这是比较优势的用法 那美国呢 直接用transportation 但这两个类似 都是不可数名词 那我们大声读一遍 transport transportation 这两个可以表示交通工具 但注意不可数 咱们以前曾经见过 公共交通工具 叫做public transport 或者是public transportation 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汽车火车可数 但是公共交通工具不可数 未来47个马上就会碰到了 咱们先看一看 216页的24行 很多人呢 反对手机 尤其是当他们在 公共场所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在饭馆里 还要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咱们一看呢 因为亚历山大是英国人 他用的是英式用法 public transport 好 这是不可数名词 交通工具 本文中说 没有这个form 不是形状 是形式 类型 种类 没有这个 其他的这交通工具 能够比他更糟了 言下之意呢 这种想象 做船是最糟的一种 交通工具 这里边其实是表达最高级的意思 这个里边呢 我们二册就讲过这个知识 就是否定词 加上比较级 其实等于最高级 没有更差的了 说明他最差呀 对吧 我们二册就见过 二册54颗年户的手指 252页的第六行 这是第二册 Nothing could have been more annoying 再也没有事情 再也没有事情 能比他更让人恼火的了 正在和这面糊 满手都是面 来电话 你这多讨厌 你接不接吧 你不接 万一有事怎么办 你一接 还这一抓 整个电话都是面糊 就说明这个事 最令人恼火的 Nothing 否定词more不比较急吗 还有23个 都没见过 没有任何生物得到的表扬 超过的骂骂 能超过蜗牛了 No 否定词more是比较急的 说明蜗牛受到的表扬 遭到骂骂最多 对吧 好 我们还有第四册 二三四册都有 我们亚历山大 苦心无意 四册28个病人和医生 四册的166月第八行 There is no quicker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再也没有更快的 打发病人的方法了 没有比他更快的 说明这个方法怎么样 最快 这几个是比较急 加最高级 这个否定词 加比较急 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但是这种最高级的 特殊的表达 不光有这些表达 就是否定词加比较急 还有其他一些句式 咱们都见过 很快复习一遍 41个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点点点相比了 说明这个东西最棒 这也是最高级的含义 对吧 41个的剧情讲过 下面我们再看看 在本课书中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 表达最高级的形式 就是咱们44个的 204页19行最后 But nothing can match them for speed and comfort 但是对于速度和舒适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他们相匹敌了 Nothing can match something 不表达这个东西最棒吗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跟他相匹敌 也表达最好最棒 也是最高级的含义 还有以前我们见过的句子 大家还记得吗 第二课咱们讲过 Nobody equals him in strength 在力量上没有任何人 能够与他相比 当然这句话中的equal 叫与什么什么能力相等 当然也能换成match 就相匹敌 对吧 也说明这个人力量上最强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固定用法叫 have no equal 这个equal在这当名词 叫做能力相当的人 相匹敌者 In English she has no equal in her class 什么意思 在英语方面 在班上 他最棒 没有人是他的相匹敌的人 have no equal 也行 我们甚至还讲过一个 听力真题中的片段 也出现了最高级的表达 在计算机编程方面 Susan'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rest of us Susan她的脑袋和肩膀 比别人都高一头 这个搭配叫 be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somebody 就是脑袋和肩膀 比某人高 是不是也是表示 某方面某人最棒 最强 对吧 这几个最高级的表达 咱放在一块 做一个总结了 再回来 再回到本文中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下面一句 那有人说 天气好的时候 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中旅行 这个ideal当形容词叫理想的 这个形容词我们说过 本来就是最高级的含义了 理想的就是最棒的 没有更理想的 这词没有比较及最高级 那么海上的行程 也需要很长时间 这个take不是需要某个东西 需要很长时间 咱们前面讲过 好 后面再进一步说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oliday time for the pleasure of traveling by sea relatively表示比较相对 比较少的人 愿意牺牲宝贵的假日时间 就为了换取所谓 在海上旅行的乐趣 那直接到目的地玩 那不更开心吗 凭什么把时间都搁到路上 对吧 一共旅行十天 九天坐船了就 对吧 那当然这个 首先这个比较少的人 这个比较或者相对 我们用的是relatively 比较少 relatively new 比较容易 比较新 比较这个不重要 relatively 这是表示相对的比较怎么样 咱们42个江刚刚见过 这个洞穴勘探 也能叫pattling 正如慢慢被大家所了解的 是一种比较新的体育运动 比较新的 就相对来说 对吧 好 那再回到本文中 是比较少的人 be prepared to do 不能发现准备好 而是愿意做模式 这个咱们应该印象比较深 因为刚刚讲过不久 41克 他就相当于be willing to do 或者be ready to do 对吧 你看192月14行 为什么人们乐意 每天忍受四小时的路程 be prepared to do 是乐意 对吧 本文中是乐意干嘛呢 sacrifice holiday time 牺牲掉他们价值的时间 后面这个借词for不能乱用 它是跟sacrifice构成固定搭配 牺牲掉前者 就为了得到后者 对吧 为了后面的目的 一定加for 这早在第四课就讲过 26月第四行 这是人之常情 什么是人之常情呢 agreed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collar workers 就是怎么样呢 很多人常常愿意牺牲 更高的薪水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能够得到 成为白领工人的 所谓的特权 对吧 本文中连续出现了 几个重点的用法 我们把它放在一块照过去 没有多少人 就是相对比较少的人 愿意为了钱 牺牲掉自己 作为人的尊严 作为人的尊严 咱们27课讲过 就流浪汉那个书 就human dignity 没有多少人 就relatively few就好了 我们来说一遍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藉此 for money 这里边所有的结构 比如说比较少的人 就没有多少人 愿意 包括为了什么 而牺牲某物 这个搭配放在一块 咱们仔细记住 这样一来 把坐船通过海路 也给否了 by land 不行 by sea 也不好 那么 为什么说题目中出现一个 又快捷又舒适呢 这是哪种方式 又快捷又舒适呢 咱们一会儿在第二段 再接着说 好 下面咱们就看一看 作者口中的既快捷又方便 是指什么交通风势 咱们先看呢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aeroplanes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dangerous and even hardened travelers are intimidated by them 他说这个飞机啊 有呢 这么一种名声 就是危险呢 就经常掉下来 整个击毁人亡呢 甚至那些经常 这个出远门的那些 老资格的那些旅客呢 也害怕坐飞机 我们知道前面 已经把land和sea 两个方式都否了 那肯定是坐飞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用种写法 欲扬怎么样 欲扬先易 我先把飞机的缺点 先说出来 这样的话呢 显得我的观点更客观呢 对不对 要不你静说的好 那对话说 那你的缺点 你一个也不提 对不对 咱们这先想到对立面 可能会有什么观点 咱们以后 作文一样 欲扬先易 欲扬呢 先扬 尽管它有什么优点 但它更多的是不足啊 本文中呢 它确实有着缺点 后面就说明要表扬了 但这里面 首先出现一个 有什么什么的名声 这个表达 怎么可以记住 叫have the repetition of being 什么什么什么 有作为这样的 一种人 一种事的名声 本文中就危险呢 有这种名声 当然这个 reputation 首先注意 这个词表示名声呢 是一个中性词 咱们在21课就讲过 好坏都行 那自然这个表达呢 也是褒贬都可以了 我们看例子 比如先看 好名声 she ha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ood doctor 他有呢 这么一个名声 是什么呢 是个好医生 十里八项都说的好 男女老幼 都请他给自己开刀 对吧 这好名声呢 这是好名声 坏名声也行 咱们再看 Peter ha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worst boy in the class 这个彼得呢 有这么一个名声 这整个学校都知道 是班里最差劲的 一个男生 那就是不好好学习 还打老师 这是坏名声 好名声 都可以用它 咱们得搭配 记住 厂科也会了 搭配也会了 当然我们用起来 没问题了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这个是什么 坏名声 危险 and even hardened travelers 这个hardened 这个是个复习 咱们在第十一课 not guilty见过 这叫老资格的 老练的 经验丰富的 这见怪不怪的 这个中文中啊 就比较啰嗦 咱们还看英文解释 什么叫hardened 在这表示 someone who is hardened has had a lot of difficult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s and is no longer much affected by such things 什么叫hardened的呢 如果修士人 他表示 这个人有很多困难的 或者是不愉快的经历 因此呢 已经不再被这些事情 所以影响到了 就老练的 老资格的 见怪不怪的 麻木不仁 或者坏事就互恶不圈 就是你们这个小年轻 扎呼什么 你见过什么呀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见多识广 就这种叫hardened 我们复习一下第十一课 54页的第四行 大家可能还记得 the hardened professional smuggler 那些互恶不圈的 职业走私犯 却从来不会被 这种感情所困扰 天天走私 看见警察都不害怕了 这种 本文中就是 经常出差的人呢 也害怕飞机 特别是一起一落 也揪心 也担心死了 怎么办呢 对吧 后面第二句 接着说飞机的缺点 they also have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an expensive form of transport 他同时呢 也有这么一个disadvantage 是缺点不足之处 什么呢 是一种比较昂贵形式的交通工具 transport当不可数名字交通工具 咱们讲过了 form是类型种类 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advantage叫做缺点 或者是劣势 我们把这个搭配也背起来 叫have the disadvantage of 表示有什么什么的缺点 什么缺点直接用of引出 这个缺点的同位语就行了 你比如说 he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unable to drive a car 就这个人呢 工作能力不错 人性也好 就有这么一个缺点 不会开车 这工作中呢 出眼门还得给他配司机 这不方便 他不会开车 有这么一个缺点 当然反义词呢 有什么什么的优点 长处 大家可能都知道 disadvantage 它的反义词就是advantage 就是优点 优势 have the advantage of 也是表示有什么什么的优点 咱们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老师讲过的 建议大家一定把它背起来 我们也看例子 比如说 Though she has the twin advantages of wealth and beauty She doesn't live a happy life 尽管它有twin 表示两个双重的 如果当名词呢 也能表示双胞胎 尽管呢 她有既有钱又漂亮 这样双重的优势 既美貌又多金 很多女孩都羡慕 但是呢 她却没有过着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 心中并不开心 这是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什么的优点 长处 背下来 本文章说了 她同时呢 还有缺点贵呀 再看这个第三句 马上后面必然会转折 But nothing can match them for speed and comfort 这个借词for 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对吧 本文章是对于速度和舒适来说呢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他们 就是与飞机呀 相匹敌了 这个剧情 Nothing can match 也是表达最高级的一个形式 表示在某些方面 这个东西无敌了 最棒了 尽管有时危险会坠机 尽管有时贵点 当然人家快捷和舒适啊 这不扣到本文章的题目 既快捷又舒适 指的是坐飞机 好 那究竟有什么样的 这种种的好处呢 怎么个速度 怎么个舒服呢 下面详细描述 第四句是个重点句 咱们看屏幕 首先主语呢 是这个动名词traveling 就是这个乘飞机旅行呗 那么是怎么一个旅行法 它后面连续跟了几个 都是借次端语 做后置定语 修饰这个traveling 怎么个旅行呢 at a height of 30,000 feet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我们讲过这个foot 复数是feet 不但可以表人的脚 也能表示英尺 再就是三万英尺的高空 far above the clouds 在远远的 在云层之上 这不也是个借次端语 up above是借次 在第二个后置定语 还有呢 and at over 500 miles an hour 并且以超过每小时500英里的这个速度 大家看到一个 两个三个都是借次端语 当后置定语 修饰的就是traveling 对吧 怎么样呢 is an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是一种令人极其兴奋愉悦的一种经历 当然咱们现在可能坐飞机 四空见惯不觉得奇怪 当时亚历山大那年代 坐趟飞机 好比当省长还高兴呢 但那是少啊 当然那个exhilarating 是表示令人极其兴奋和高兴 哎呀要坐飞机了 好比娶媳妇还美呢 那我们把这词大声读一遍 这字母T出去啄话 exhilarating 再来一遍 exhilarating 哎就是令人极其兴奋和高兴 好像浑身战斗 哎呀这好像跟中了头奖一样 我们看看秋吉尔爵士说过的一句话 There is nothing more exhilarating than to be shot at without result 秋吉爵士呢 曾经被人暗杀过 但是呸一枪打歪了 没打着 里根呢也被人暗杀过 打中了但没死 所以这当领导啊也危险 他说再也没有是什么事情 比这个事情令人更兴奋更高兴的了 这是我们刚刚在第一段讲过的 否定词加比较及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哎这又复习了 你看这秋吉爵士也会说 人家会说人家还会写文章呢 咱未来到了第四册46课秋吉尔爵士的业余爱好 那是他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 所以建议大家学完三册 马不停蹄 不用复习直接学四册 因为四册对三册本身自带复习功能 三册写的不错 但雅林沙旦充其量是个教育家 他连文豪都称不上 对吧 而且他的写作风格单一 他自己都是他自己写的 用词 具世文章的框架 包括第一段讲道理 第二段讲一故事 好多文章都同一个套路 但四册就不一样了 四册都是名家大师的作品 秋吉爵士不光是军事家政治家 人家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包括什么大哲学家 大数学家 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素 四册好多伟大的作家 包括美国近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 这群星灿烂 这就说明这是最令人兴奋 令人高兴了 什么事呢 被人打了一枪 没结果就没打着 这事比中奖还高兴 没打着 好我们再回到半分钟 这是最令人 一种令人极其愉悦 开心的一种经历 我们讲过这个 experience表示经历是可数名词 但表示经验是不可数的 好再看下一句 他说 You do not have to devise ways of taking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for an aeroplane gets you to your destiny rapidly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 devise 就设计出想出构思出一些方法 让你转移注意力不再想这个旅程了 当然后面的搭配 take one's mind off something 转移注意力不想不愉快的事 咱们第一段讲过 在这咱们复习一下这个device 这个device呢 就是设计出想出构思出 咱们在26克真够大饼干桶 咱们见过 126月第四行 Device Hendricks Competitions 它们设计出了数以百计的比赛 使人们能够赢大笔的钱 对吧 好 本文中 不用设计出一些方法 转移注意力 为什么呢 逗号4还是补充说明原因 因为飞机的快速的 就能把你带到你的 designation目的地 后面进一步说 而且就在这几小时之中呢 你还挺爽 为什么 你看下一句 For a few hours you settle back in a deep armchair to enjoy the flight 在这个几小时的飞程期间 这个for表示一段时间 对吧 你呢 可以舒舒服服的仰坐在这个 扶手椅里边来享受这段航行 这个settle可是非常多异的词 在本文中是表示 舒舒服服的坐在某个地方 然后是这个用back呢 就是仰坐 就往后靠着这么坐着 舒舒服服的 你像set back in a deep armchair 就舒舒服服的靠在扶手椅里边 因为扶手椅呢 两边有这个扶手 能陷进去 所以加个in 对吧 在这个说 We settle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for the evening 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在电视机前 来度过这个晚上 看到了吧 settle可以表示舒服的坐在某个地方 当然settle 我们在前面的课文中 讲过其他含义 咱们复习 还有可以表示 驻扎在某个地方 就住在这儿不走了 这个十四课贵族歹徒咱们讲过 你看66月第九行 600年前 约翰乎乎的爵士到了意大利 带了一对兵 并且驻扎在佛罗伦萨附近 看到了吧 settle可以表示驻扎 我们还有一个短语 叫settle down 后面加个副词down 是什么意思来的 可以表示过安稳的日子 在这长期住下去 过安稳的日子 安顿下来 中文中不有个下来吗 刚好用down这个词 尤其暗示 经常暗示结婚生子不走了 就不再打油飞了 咱也不租房了 也不成天换工作了 住在这儿定居下来 我们看这个36克 这个咱们讲过不久 应该还记得 对吧 166月第22行 这个以为呀 他的家人在空袭中都遇难了 汉斯呢 在50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 定居了下来 结婚生子 一直住到今天 这是settle down 对吧 二册就出现过呀 新概念二册 38克170岁第二行 他经常呢 梦想着退休以后 住到英国去 并且计划在那里定居下来 一直到死 不走了 这叫settle down 定居下来 当然单独用settle 这个词 咱们21克还见过一个 意思表示解决问题 解决纠纷 解决争执 哎 纷争等等解决它 106月第14行 这个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并且显然呢 这次争执只能通过一次比赛 来解决了 咱们回顾一下settle 有什么意思 可以表示舒服的坐在某个地方 可以表示驻扎在某个地方 可以表示解决问题纠纷等等 当然短语settle down 还可以表示在某地长期定居下来 哎 有这个意思 那本文中呢 是一个全新的意思 是舒服的坐着 你舒服的靠到扶手椅里边 享受这种fly就航行啊 当然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他说 The real escapist can watch a film and sip champagne on some services 他说那些真正的 real是真正的 escapist 它当然来自于escape 逃避 逃脱 当然escapist 这是表示IST表示人嘛 叫顿时逍遥者 什么意思 就逃避现实生活 一心享受的人 当然这有前提 您得有钱 要不然饿死了 就是比如说父亲留了 也甭太多 比如一万个亿 那我干脆找个地方 我与世隔绝 天天吃香的 喝辣的 穿的是愁 喝的是油 顿时逍遥 就不跟你们这些 这个人在一块儿争了 也帮几地铁了 也不跟你们去排队 吃啥那面了 顿时逍遥者 本文中就真正的 那些顿时逍遥者 真正会享受的人 人在飞机上 还干嘛呢 可以看电影 还可以 sip champagne 这个sip 就是小口的泥 你一听这声音 sip 这动作就不会太大 而以前我们说 大口的吞食 叫devour 33个讲 那狗吞的蛋糕 叫devour 这一听动静就不小 这sip 小口的泯 像喝酒啊 很多人喝咖啡呢 也是小口的泯 喝咖啡 你要是比如去咖啡厅 我就为了呢 在那学习 在那讨论问题 你说你喝完一杯 你说你不走 咖啡杯空着放那 你不得再续一杯吗 再续一杯心疼钱 怎么办呢 小口泯 反正我咖啡没喝完 不能哄哄走 泯完之后 又吐回去了 这一杯喝四个小时 一杯清咖 吐成卡布切诺 泡沫咖啡 这好多人就这样 这个sip 这一下就是sip 在本文中呢 小口品着这个 champagne 咱们21个讲过 champagne 是冠军 champagne 是香槟 在中文中发音就有点像 小口敏香槟 在什么呢 on some services 当然不能说在一些服务上 又出现数字p了 熟悉单词 当然不是放屁那个p 冷屁的屁 冷屁的含义 service呢 是比较一个英式的用法 这bre叫british english 什么意思呢 a regular journey made by a bus train boat plane etc to a particular place at a particular time 就是定时到某地的一趟 飞机 火车 什么什么 轮船呢 就我们说的这个 班次 汽车 火车 轮船 飞机的班次 在本文中坐飞机 就航班呗 对吧 在某些航班上 对吧 还可以呢 看电影 还可以喝咖啡 这个喝香槟 当然有些呢 小飞机上根本看不到电视 对吧 像那个 这个 波音747稍微大一点的 前面坐后有一电视 对吧 请空中小姐来 送一瓶 这个大香槟 这都背不住 可以 好 后面进一步说 but even when such refinements are not available there is plenty to keep you occupied 但是啊 甚至当这些 这个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也都不可得 available表示可以得到的 对 因为有些航班没有这个服务 那怎么样呢 依然有足够多的东西 可以让你有事做 不至于这个闲得难受 当然这个refinement 特别用复数 又得注意了 在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表示改进 或者改良 而且往往表示具体的某些改进或改良 而且可数名词经常用复数 你想 with several refinements your essay would be excellent 再加上几处改进的话呢 你的这篇文章就会学 就会变得特别优秀了 本文中就是啊 即便这些改进 让这个飞行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没有的话 这个refinements 自然指代就前面看电影啊 什么民香槟呢 这些即便没有 也会呢 there is plenty to keep you occupied 当然这个occupied 咱们可是讲过的一个动词了 表示占据 当然既可以表示时间 也可以表示占据空间 本文中是占据时间 让你有事做吗 不会无事可做 对吧 占据空间怎么可见过 你看26克 126月15行 过了一会儿 有个人来了 带了个大饼干 占据了整个汽车的后备箱 看到了吧 occupied是占据空间 本文中是占据时间 这是动词 当然过去分词 就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occupied 时间被占据了的 不就是表示忙的 或者有事做的吗 时某人有事做 时让他别闲下来 就是keep somebody occupied 就是本文中的搭配 就依赖又足够的东西 让你有事可做 那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We need something to keep the children occupied 我们的学院的东西 让孩子呢 让他们有事做 孩子一闲下来 就该生事了 对吧 找点积木 让他们玩啊 弄个童话书 让他们看 让他们有事做 本文中就是 你飞机上不会无聊 总会让你有事可做 那可以 还能干嘛呢 下面说了 an aeroplane offers you an unusual and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飞机啊 offer不是提供吗 给你提供一个 unusual 就不同寻常的 还有呢 breathtaking 令人惊叹的 这个世界的美景 你在地球上 我们尽管说 会当林爵顶 一览众山小 最多在山头 在这个高楼大厦的顶端 这跟坐飞机 还是没法比啊 这个breathtaking 表示令人惊叹的 在这当然是形容词 我们再看一个 副词的例子啊 the west lake is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什么意思啊 西湖的美景啊 真是令人惊叹的美啊 breasttakingly 修饰这个beautiful 就是好像 这这么漂亮 这个breasttaking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吸一口气 不叫take a breath 对吧 breasttaking不就是 太美了 令人惊叹吗 你想 he took a deep breath to compose himself 他深呼吸一口 让自己镇定下来 compose加 oneself 是使自己平静 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我们说 令人惊叹的 我们可以用breasttaking 或者副词breasttakingly 好 我们再看啊 you really see the shape of the earth 你确实可以看到呢 咱们地球的什么 这个shape 在这儿不是形状 要翻译成样子 或者是面貌 这是多意思 在这儿呢 可以翻译成 你就可以保揽 大地的风姿 对吧 这个翻译的好吧 那有人说 那刚好有云层 怎么办 你不是在云层之上 阴天 看不见 那怎么办呢 那也有的看 咱们看下一句 当然第一行 这个豆号之前 还是条件状态从具 如果这个 在地上的风光 if the landscape is hidden from view 就是从视野中 被隐藏起来了 这hide是跟from 构成固定搭配 被动是be hidden from 如果是视野嘛 就被挡住了 有云层被挡住了 那怎么办呢 you can enjoy the extraordinary side of enbroken cloud plains that stretch out for miles before you 你可以享受 欣赏 这extraordinary 咱们在三侧 第一个就讲 非凡的 不一般的 因为ordinary 不是普通的吗 actra是超越 超越普通 就非凡的 非凡的景象 什么景象呢 enbroken enbroken 中间没有断 没有破碎掉的 不就咱们说绵延的 绵延都都连在一块了 cloud plains plain咱们讲过 原来是平原的意思 在这云彩的平原 只不过在中文中 不用平原比喻 咱们就云什么 云海 绵延的云海 但这更符合中文习惯 那么是什么 后面在这定义丛句 stretch out 是伸展开 因为stretch 不是撑拉拽的意思 有多长 数英里 before you 在你面前 你可以欣赏 在你面前 绵延数英里的云海 这不也是个 非凡的景象 壮观的吗 当然在什么 while the sun shines brilliantly in a clear sky 就是当太阳 在晴空中 照耀的时候 你可以欣赏 这幅美景 太阳肯定能看见 对吧 你在云彩和太阳中间 对不对 太阳是不可能被遮住了 好 下面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咱们看下一句 他说 the journey is so smooth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you from reading or sleeping 他说这个旅程 这个journey 是如此的平稳 这个smooth 当形容词 是平稳的 不颠簸的 这明显是跟我们前面 那个坐火车 坐轮船的相比 坐火车 还有 这个跟铁轨的撞击 坐轮船更有风浪 对吧 但飞机是平稳 以至于 sell that 这个that 从具 当然结果装语 从具 以至于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妨碍你读书 或者睡觉 这当然也是跟这个开车 坐火车 坐轮船相比较 人家飞机上看书 没问题 平稳呢 当然这里出现一个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就是妨碍某人做某事 阻止某人做某事 在本文中再加一个nothing呢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妨碍你读书 或睡觉 就是你总是可以读书睡觉 对吧 我们用这个搭配造几个句子 你比如说 在新社会 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接受教育 咱们以前讲过 可以用receive加名词 不是受到吗 接受吗 良好的教育是good education 就行了 在新社会 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们来造个句子吧 in the new society 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防止 对吧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a child from receiving good education 好 这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妨碍一个孩子接受良好 就每个人都能 再造一个句子 他既有天赋 又这么勤奋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天赋的 咱们可以叫 talented 勤奋的 咱们可以叫 diligent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怎么说呢 最好别自己瞎编 咱最好复习复习 实现了某人的梦 17号好像见过 怎么复习啊 78页16号 Despite its immensity It is both simple and elegant Fulfilling its designer's dream 看到了吧 尽管这很巨大 但是它既简洁又优雅 实现了设计者的梦 就建造一个巨大的旁人大物 描绘的越简单 越细微越好 实现了某人的梦 是不是叫 fulfill one's dream 我们来造这个句子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 就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妨碍它实现自己的梦 咱们来复习一句话 She is so talented and diligent that 怎么样呢 There is nothing 被一遍to prevent her from fulfilling her dream 我们以后说 一定能肯定能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 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 这个事的发生就行了 对吧 本文中就是在飞机上 你肯定可以读书睡觉 这没有人 没有任何事情能妨碍 好 这个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进一步说 飞行的美好 但是however you decide to spend your time however 在这引导让步状态 从就无论多么的 无论你如何 想如何度过你的这段时间 你是想贺湘斌 是看电视 是看电影 是读书 都行 one thing is certain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什么事呢 这冒号之后 大家发现 带下发现的黄颜色的句子 其实就是做前面 one thing的同位于吗 就是说这个事是什么呢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你将会到达这个目的地 怎么样 fresh and encrimpled 这个fresh 在这叫精神焕发的 神清气爽的 当然这个fresh 也可以表示新鲜的 fresh vegetables 就是新鲜的蔬菜 新鲜蔬菜都支愣着 如果人一看 支愣着 你要是这个整个颓飞 就搭了 神清气爽 精神焕发 并且uncrimpled 这个表示没有垮掉的 当然我们在前面说过 这个fresh and encrimpled 连用两个形容词 做什么成分 逐语不足语吗 这逐语不是you吗 对吧 就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精神焕发 没有垮掉 当然在这里边 我们特别要注意 这个one thing 后面刚好把这个事情解释 这个确定无意的事 是什么 其实这后面是 做前面one thing的同位语 这个蛮漂亮 我们尝试来造一个类似的句子 咱们写的复杂一点 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无论什么 咱们有whatever引导 就不是however了 however是无论如何 对吧 这是无论什么 困难是difficulty 对吧 这个遇到遭遇 就是encounter这个词了 whatever difficulty we may encounter 在前进道路上 on our road ahead 在前面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按照刚才的逻辑 就是one thing is certain 什么是肯定呢 只要我们坚持 就一定能克服它 我们将能够克服它 设法完成某事 是manage to do 克服可以overcome 这个it就指前面那个difficulty 对吧 只要咱们在第七课残超界 没做讲过 可以用so long as 当然也能用as long as 只要条件状意从具 我们怎么样坚持 咱们以前讲行进词变系 讲过persist 坚持 对吧 咱们来造这个句子 首先说 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whatever difficulty we may encounter on our road ahead 怎么样呢 one thing is certain 一件事是肯定的 什么肯定呢 we will 我们将manage to overcome it 将能克服这个困难 只要so long as we persist 这个别看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但是结构紧凑 语言简洁 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而且写得非常漂亮 对吧 无论我们在前进的路上 可能会遭遇什么困难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就能够克服它 这一句鸡汤文就出来了 对吧 好 再回到本文 whomber他进一步说 you will not have to spend the next few days recovering from a 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你将不必呢 花费余下来的几天时间 怎么样 从漫长辛苦的旅程中 恢复过来 当然后面那个recovering from 一直到去末 这非为动词做壮语吗 对吧 好 这里面出现了 咱们43课中讲过的短语 就recover from 还记得吧 词汇中就讲过 这叫从什么什么中 恢复正常状态 对吧 这是不及无动词 如果recover直接加编语呢 意思不一样了 recover something 是恢复了什么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咱们别忘记 三个词通用 recover restore regain 这已经出现好几遍了 咱们复习 恢复了健康 恢复了视力 恢复了意识 恢复了平衡 恢复了镇定 刚才讲过 compose oneself 是不是使某人 镇定下来 名词就是composer 这三个动词 任选一个 后面跟这些搭配 都是常见用法 恢复了 但本文中 从什么中恢复 recover 这叫from 当然别忘记 recover 后面加编语 除了表示 恢复了什么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 咱们刚刚讲过 就是表示 recover something 重新获得 找回 赚回 补偿 某个东西 43可刚讲过 别忘记 200页第八行 但是一个当地的政府提出的索赔要求 干嘛呢 要补偿 打捞一个沉默的馅饼碟子的费用 补偿 把这钱 把它赚回来 用recover 也是这个意思 千万别忘记 这多意思 本文中是从什么中恢复呢 A long 漫长的an arduous journey arduous 叫艰苦费力的 这个词汇咱们35课见过 今天复习了 尤其形容艰苦的旅程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已经见过两遍了 大声读一遍 arduous 复习下 162页第三行 正义是复杂的法律机器的一部分 那些寻求正义的人将会经历一段 漫长辛苦的旅程啊 而且呢 永远也无法肯定 他们一定能够找到正义 辛苦费力的旅程叫 an arduous journey 再加上漫长的可以用 a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就好了 这arduous经常修饰这种旅程 艰苦费力的 好 我们重要的44课 跟李老师就学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